在宇宙中被认为最寂静、最无扰动的区域 一处几乎无任何能量扰动的升空 科学家们意外侦测到一道短暂而规律的闪烁 这道讯号并非来自我们熟知的恒星、星系或任何已知天体 而是源自某种更为神秘、更深层的现象 挑战了我们对宇宙静默性的基本假设 在一个以先进数值模型模拟的理论极限 绝对真空中理应不存在任何粒子或辐射的运动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一束光突然在这静止的背景中闪现 打破了对真空本质的传统理解 这束光没有来自反射面 没有任何可见的来源或倒影 其出现就像是在绝对虚物中自发生成 犹如一束来自宇宙深层结构的信号 直接穿透我们对空间本质的想象 然而这片看似空无一物的空间 真的完全空吗? 或者它是否隐藏着微观层次上波动布置 潜藏能量的结构 等待我们揭露其中的秘密 透过最先进的三维计算模拟技术 一直由牛津大学与里斯本理论物理研究中心 共同组成的国际团队 成功重建了量子电动力学中最难以置信 却又经过严密推演的预测之一 在看似完全空无的量子真空中 光竟然可以无中生有 这一预测挑战了人类数百年来 对真空作为绝对空无之概念的基本理解 这并非科幻想象或抽象理论的演绎 他们使用高解析度动态模拟 及时追踪了空间中的量子波动 如何被强电磁场放大 最终触发光子诞生的过程 将无形的量子扰动具象化 未可观测的实体讯号 在本集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索这种来自量子真空的神秘效应 它的物理原理与理论根基 揭示研究人员是如何建构出高度精准的模拟模型 并进一步了解为何这一现象代表了当代物理中最具挑战性 最违反直觉的预测之一 是迈向未来量子场论实验化的关键转列点 本研究计划的核心在于探索一种称为 真空四波混屏的非线性量子现象 这种效应长期以来仅存在于数学理论与高阶场论的推导中 如今透过模拟得以首次接近实际观测的门槛 它是一种极为罕见 且高度非线性的量子电动力学交互过程 其中在远超日常条件的强电磁场环境下 光子不再只是被动传递讯号的载体 而是能与其他光子产生相互作用 进而从被认为无误的量子真空中催生出新的光子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光与光对话 根据经典电磁理论的预设 两道光束在自由空间中会彼此穿透而无交互影响 然而量子场论提供了另一种图像 真空并非静止不动的背景 而是一个充满短暂出现与消失的虚粒子的波动海洋 当外加电磁场达到极端强度时 这些微弱的量子扰动便可能被触发放大 最终转化未可测量的实体效应 挑战我们对无物之地的认知 为了捕捉这种极度复杂 且尺度跨度极大的相互作用机制 研究团队采用了Osiris模拟平台 一套经过多年发展 具备完全相对论性框架的 大规模平行计算粒子单元 Particle in Cell Peak程式 这个高性能的模拟环境广泛 应用于包括雷射等离子体加速器 宇宙射线传播 黑洞附近物理等多种极端条件下的研究领域 是当代计算物理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工具 在模拟中 三数高能雷射光被巧妙配置 使它们能在极其精确的空间点与时间点交汇 在这些特定条件下 模拟中出现了第四数光的讯号 它既非来自任何物质反射 也不是设备误差的结果 而是纯粹由真空状态 在能场激发下产生的全新光子 是空间本身结构发生变化的直接证据 这一模拟工作之所以备受关注 正是因为它并非依赖于理想化的假设条件 而是充分纳入了现实实验环境中 常见的不确定性与不完美 从而提升了其对未来实验的使用 价值与可验证性 在建构模拟时 研究人员拒绝理想化处理系统参数 而是刻意纳入光束可能出现的轨迹偏移 焦点不对称 向散与能量分布不均等常见误差 这使得模拟结果更贴近真实实验条件 也为未来实地验证提供了操作上的参照依据 这些精细调整不仅反映出实验室操作中 无可避免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更在设计上为预测的可测试性打下基础 唯有将模拟对其实际实验的潜在误差源 才能确保未来的观测能够与理论结果真正匹配 而非落入理想与现实脱节的陷阱 与许多只停留在视觉演示层次的科学动画不同 该团队并未制作简化的视觉化动画 而是开发出一套高解析度 具备完整空间与时间解析度的三维模拟模型 能精准追踪光子如何从量子扰动中逐步形成 并跃迁未可观测讯号 这项三维时间分辨模拟 不仅重建了空间结构中的能场分布 还具备极高的时间解析能力 使得观察者能直观目睹 那些本应短暂存在于真空波动中的虚拟粒子 如何在特定条件下转化未可探测的实体光子讯号 这是一种将量子过程具象化的视觉突破 这整项研究紧密关联于量子电动力学的核心预测领域 深入探讨了这套描述光与带电粒子 如何在量子尺度下互动的理论 其基础面正是所有量子厂论的第一块基石 量子电动力学是现代物理学中最精确的理论之一 专门研究光子与带电粒子 如电子与正电子在极小尺度下的相互作用 它以费曼图的形式视觉化 这些粒子如何透过虚粒子的交换产生力 是当代标准模型的根本组件之一 尽管量子电动力学在高能物理实验中 屡次以令人轻易的精准度通过测试 例如电子磁举与氢原子能接的预测 但它在涉及真空结构与场交互的某些极端预测 特别是在强场条件下虚空铲光等效应 迄今仍未有直接实验证据加以证实 这正是本研究试图突破的前沿 其中一项关键效应称为真空双折射 它预测当光束穿越即将电磁场区域时 即使该区域不存在任何物质 光的偏振状态仍会因真空的量子性质而发生变化 仿佛真空本身变成了一种可变折射率的光学介质 这一现象在模拟中被成功重现 模型清楚呈现出真空 在极端电磁场强度下如何显现出光学活性的性质 这意味着原本透明且无折射能力的空间 竟开始扮演类似水晶体或偏振器的角色 对光的路径与偏振方向产生选择性影响 这项模拟与过去基于理论推导或简化假设的早期模型相比 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高度整合与全面性 涵盖了从初始条件设计到场动态演化的完整系统 不再依赖理想化框架 而能真实模拟出物理实验中可能发生的全部过程 这些模拟飞弹未建立在简化条件之上 反而刻意保留了实验中常见的非理想因素 包括镭射聚焦误差 脉冲形状不对称 场墙非均匀等参数波动 使得结果更具现场应用价值 与真实操作场景高度对应 该模拟框架具备极高的动态解析能力 不仅能追踪光束在移动中的极化变化 进入场域后的传播方向偏移 还能捕捉由非线性相互作用 所导致的镭射脉冲形状变形 这些都是实验中决定讯号可辨识度的关键因素 这项研究的价值远不止于验证某个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它更标志着一种新方法的出现 让我们首次得以以实验与模拟双轨并进的方式 主动探测量子真空的内部结构 进一步推动对自然界基本规律的认识 该模拟展现出光子如何在极端条件下 与真空中与自身产生交互作用的潜能 这不仅是一种对既有理论的验证手段 更为探索其他尚未被观测的物理现象 如按能量的偶合方式或新型粒子的产生机制 建立了一个坚实且可扩展的研究框架 若未来的模拟模型进一步纳入 可能偏离现有物理标准模型的假设 如新的相互作用力或修正后的粒子场理论 它甚至有潜力帮助我们探测 并设现某些长期被理论物理学界视为按物质候选者的粒子 例如轴子、Axion或毫带电粒子 Milicharged Particles 这些粒子的存在至今尚未被证实 但若观测到与标准量子电动力学不符的光子行为 将成为强烈的线索 这项工作有效地架起了三大物理分支之间的桥梁 从量子电动力学的实验检验 到极端天体环境下的光学行为 再到探索基本粒子性质的高能物理理论 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交叉研究平台 使基础理论与宇宙尺度的观测之间产生实质连接 此外 这些模拟结果也为我们理解宇宙中最极端天体之一 如中子星、磁星的环境提供了珍贵线索 这些天体周围的磁场强度极高 接近甚至超越模拟中所使用的电磁场强度 使得那里的真空条件与理论模型高度相符 成为自然宇宙中最可能触发真空非线性效应的实验室 目前已有数个先进雷射设施正式投入运作 它们的技术能力已达到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 重现这些量子真空效应所需的极端场强 这对于长期仅存在于理论推导中的现象来说 是朝实验检证迈出的关键一步 全球数个超强雷射计划正在推动这项研究迈向实验验证的前线 包括英国中央雷射设施CLF正开发中的Vulkan 20-20雷射计划 它能够产生超高功率超短脉冲的光束 罗马尼亚的极光基础设施Extreme Light Infrastructure E-Lite则聚焦于多摩雷射偶合技术 而中国的下岸装置 一座IN-X射线自由电子雷射系统 则为超高频率的能量操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场平台 这些前沿雷射系统的共同目标是产生功率高达10-100拍瓦 Peter Watt 10-15次方瓦的超短雷射脉冲 这样的光强远超地球自然条件足以改变真空的量子结构 也就是让虚空不再只是背景 而成为具物理动态的主体 模拟结果并非仅供理论展示之用 它们为未来实验设计提供了详尽的技术指南 包括场墙门槛、雷射对准容差、最佳观测窗口等 协助研究团队提升观测几率并减少实验误差 举例来说 模拟能精确预测光子产生的时间范围 雷射光束相交所需的几何对准精度 容差以微米计 以及光子从真空中释放后的散射较分布 这些资讯对于辨识信号与背景杂讯的差异至关重要 这样的高度精确性极为关键 因为这些实验涉及庞大资金、时间与技术投入 且许多效应的讯号微弱 仅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才有机会显现 容不得丝毫偏差 由于此类实验涉及极高的建制与运行成本 且系统的物理变数众多 研究人员迫切需要在事前透过模拟 获得最大程度的可预测性 以减少是物次数并提升数据的可解读性与可靠度 透过模拟深入掌握光束区率、散射、对焦偏移等空间变形 如何影响最终光子产生与侦测结果 使得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前就调整设计参数 避免落入事后重构资料的困境 大幅提高效率精度 展望未来 研究团队计划推进模拟技术的深度与复杂性 尝试纳入更先进的雷射配置方式 借以模拟更多类型的量子真空交互场景 提升对极端场论的理解 例如 其中一种创新设计是飞行聚焦 Flying Focus技术 它能让雷射焦点在空间与时间中同步移动 创造出更动态聚方向性的场墙分布 另一种是结构化波前雷射 其相位与阵幅经过精细编排 可能触发与量子真空截然不同的交互方式 开启新的物理探索视角 这些雷射技术上的微调与创新 不只是工程挑战 更是物理探索的新契机 每一种新配置都可能揭示真空如何以不同方式响应外加能场 为我们开启通往未知量子世界的观测窗 除了真空效应的本地研究 这些模拟工具翼可应用于重建早期宇宙的极端能场条件 如大爆炸后瞬间的量子场动力学 或检验标准量子电动力学以外的扩展理论 如加入重力场影响的量子电动力学版本 拓展物理学的理论边界 若在实验中观察到任何与模拟预测不符的光子行为 例如能量偏移 极化异常或角度分布异常 这都可能是新物理现象的指标 或暗示着尚未发现的粒子正介入光的传播过程 进一步推动标准模型的修正与扩充 简而言之 这项研究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真空的传统理解 它不再只是宇宙舞台的静默背景 而是具有可测量性 可激发性 且能参与物理交互过程的动态媒介 并首次让这种看似虚无的场域进入系统化 可重复的科学探索领域 随着超高功率雷射系统 与精密模拟技术的逐步成熟 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真正接近在实验室内 重现量子真空效应的条件 使我们得以将过去仅存于方程式中的 物理预测转化为可是 可测 可验的实验事实 一旦这些实验获得验证 它们将彻底改写我们对真空的物理定义 它将不再是绝对空无的空间 而是一个蕴藏着庞大潜能 持续自发活动的量子场域 可能是理解暗能量 宇宙起源 甚至时空结构的关键入口 那些过去仅在理论物理方程式中出现 被视为纯粹数学建构的概念 现在正逐步从纸上走入实验桌 成为可被观测 可被验证的实体现象 这不仅是理论的胜利 更是人类认知边界的再次扩张 感谢您与我们一同踏上这段 揭示量子真空奥秘的旅程 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探索不可见世界背后的深层规律 敬请期待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